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按理说,在西周末期,周游王死于申猴之首后,大周政权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,之后苟延残喘的东周只是因为周这个符号是维持诸侯平衡的核心,至于周是正统,只能算作使心是走肉罢了。 公元前770年,被老爹抛弃的遗迹舅被诸侯们捡了回来,大伙尊他为周平王,让他来主导东周王朝。 与后世的汉宪帝相比,周平王还要更惨一些,因为邪天子的诸侯太多了,除了原本就实力强劲的几个诸侯国在蠢蠢欲动,因平定犬戎而立下大功的秦香功,一击身诸侯之列,成了终结春秋战国时代的伏笔。 说到这儿,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,东周时期周天子传了那么多代,就没有一个能挑大量一统天下光复周世的存在吗? 他们为什么没进行改革,复兴周统呢?因为以下几个因素,周天子复兴的难度堪比登天。 第一个因素,王室将遇狭小,周游王是个混蛋国君,天子当得好端端的,偏偏要拿万里和山开玩笑。 烽火系诸侯的典故,大家都听说过,放到现代来看这种傻缺行为,就像大国领导人拿导弹当鞭炮放一样。 其实烽火系诸侯只是西州灭亡的原因之一,还有一个原因是周游王打算改立包四为王后,并废掉了原来的王后绅士。 结果,前老张人生猴不愿意了,火同外族一块颠覆了大洲王朝。 其实原本西州正统还是非常有公信力的,这一点从烽火系诸侯事件中就能看出来。 大王在烽火台上点燃茅草,每到半个月天下诸侯的人马就都聚集在城墙下翘首以待了。 如果真遇见战争,估计这批擒王军真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,周游王像是闹着玩儿一样将公信力挥霍一空。 真道和深猴玩命时,人家就不来了,反正您老人家也是寻开心,您自己乐呵去吧。 犬戎加上深猴的军队轻而易举地踏平了告经,将这座都城毁于一旦。 在战争期间,周王氏已失去了大量领土,加上后来周平王上台后将一大片地盘送给秦国,后来又举国迁都到洛邑,所剩的领土已非常有限了。 在东周初期的地图上,我们能看到齐国、燕国、秦国、晋国这些巴掌大的强国,也能看到郑、宋、中山、徐等几十个支架盖大小的诸侯国。 倘若周天子有巴掌大的地盘,估计和诸侯们说话的态度能硬气一点,遗憾的是周天子的地盘和支架盖差不多。 第二个因素,宗室内乱。周游王带着对诸侯的怨恨嫁和息去了,周平王看似继承了父亲的大位,成了下一任天子,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是非常有限的,因为他摆脱不了是负杀军的嫌疑,所以诸侯多半不会听他的,只有郑、靖两国支持他,却还有着政治目的。 除了这两个支持周平王的国家之外,其余绝大多数国家或遵周协会王位正统,或打着看热闹不闲事大的态度,遵周协会王位正统。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,一个国家有两个周天子的情况恐怕只有东周初期才会出现。 这种情况总共持续了21年,支持周平王的靖文侯总算是打败了周协会王。 然而在接下来的九年里,天下诸侯并未归心,仍然没有诸侯支持周平王。 于是周平王做了一个十分正常的举动,那就是仰仗支持着他的郑国和靖国,还有曾帮助他解决内乱的秦国。 在天子的帮助下,这三个国家的势力越来越大,天下形势也越来越混乱。 第三个因素,周天子失去威信。 谁都没想到,在秦、靖、郑三家势力急速膨胀的过程中,郑国尽第一个跳出来称霸。 根据地图看,郑国属笔者前文中说的指甲盖,地盘不大,兵力不足,偏偏喜欢叫嚣。 虽说,郑国在短暂的风光之后,迅速龟缩在靖国与楚国之间当起了枪头草, 但郑国的确踩着周天子风光了一小段时间。 周恒王上台时想要历经图治,让大周重新成为天下归心的正统王朝。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他肯定要先拿郑国这个嚣张的软柿子下手。 周恒王招告天下,免除了郑庄公在朝廷的公职。 为了打击报复周恒王,郑庄公率兵闯入周地,在秋收时抢先割了周国的麦子。 显然,郑庄公根本没把天子放在眼里,此举无疑是在挑衅。 于是,周恒王立马拉拢周围的陈国、蔡国、郭国、魏国四国, 组建联军,讨伐不知好歹的郑国。 不得不说,虽然郑庄公比较膨胀,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。 在战争爆发之后,郑国立即以余力的阵型迂回进攻, 将陈国、蔡国、魏国的军队全部打跑。 有可能是这三个国家没有出力,然后违尖了天子的周军。 周恒王一败涂地,逃跑时肩膀还中了一箭。 天子之师,加上四个国家的援兵,竟让小小的郑国打得像丧家之犬一样败逃。 虽然周恒王的失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,但对于周恒而言,结果就是一切。 周恒王败了,周天子已失去一切权威,即便表面上大伙还管他叫一声天下共主, 但已没人把天子当盘菜了。 第四个因素,王室颜面扫地。 楚国君雄通用暴力手段胁迫随国,让随国国君向天子请命,申请让雄通当第一任楚王。 其实与其说是请命,不如说是通知,因为楚国已经成为强国,人家有那个资本成王。 偏偏示威的周恒王没有领会到这一点,强硬地拒绝了请命。 雄通表示,向你请命,不过是给你面子,真当我听你的。 没过几天,雄通便在宫里挂上了楚王的大旗。 周恒王这时的态度相当微妙,雄通的态度摆明了是在挑衅, 如果不给他个教训,那将来谁都会在周王室的头上踩一脚。 偏偏硬气地周恒王转了下来,放任了雄通的行为,全当没看到。 如果说,雄通时代的楚国只是有了称王的资本, 那么,到了楚庄王时期的楚国,就已经是足以撼动周同的庞然大物了。 楚国在于晋国打了一场之后,楚怀王曾将人马开到洛邑, 还问前来游说的王孙满,你说王宫里摆着的九鼎重不重? 我想搬起来试试。 估计,如果没有王孙满的一番劝导,楚庄王就真的将九鼎带回楚国了。 既然必病这么多,那么周天子为什么没有进行改革呢? 这里面的因素有三个。 第一个因素,人才凋零。 鉴于前面四个因素,周天子已示威到了极点, 相信每个周天子都想到了改革。 然而,但凡改革,总得有商鞅一样的人才。 周王室根本没有能耐延览到这样的人才。 东周时期天下人对周王室缺乏认同感, 除了孔子和他的门生,谁会选择一个停盘的公司打工呢? 比起去周王室当官,倒不如去齐、楚、秦等几个有发展潜力的公司。 没地盘,人才不入境,没前景,人才不效忠,没声望,人才不归心。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,周王朝根本招募不到像回事的改革观。 改革自然无从谈起。 第二个因素,周理废持,哪怕是后世的儒生都在谈复兴周理。 理说的不只是礼仪,还有规矩和传统。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如果没有一套现存的法律或规则的约束,改革是缺乏执行力的。 然而,从周王室的表现上,我们不难发现其公信力缺失,周理废持的原因。 赵、韩、魏、三家分禁以后,周威猎王对这起事件没有给出裁定,而是直接认同新三家为诸侯。 这种做法让诸侯们看到这种口头名分的实质,只要你有地盘,你就是诸侯。 后来周安王认同了田氏的齐王地位,等同于他默认了齐国与周国等同的地位,这是完全不合乎理法的。 为什么周恒王不敢认同雄通,就是因为这样做会直接让残存的周理彻底失去公信力,连基本的规则都没有了,改革是根本无从落脚的。 第三个因素,缺乏有魄力的领导人。 即便缺乏人才,即便缺乏这样那样的条件,作为领袖的天子不该自暴自弃,该排除万难主导改革,才能给周王示唤来一线生机。 然而,实际的情况却是,没有一个周天子拥有改革家应该具备的能力和魄力。 在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中,我们很难挑出优秀的领导人。 春秋战国时代,为什么各诸侯国的发展速度一会儿快一会儿慢? 赶上强大的国军,国家发展速度自然快,赶上坑爹的诸侯,国家的发展速度自然慢。 领导人是主导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,显然,历代周天子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和魄力。 归根结底,一切都是西州分封至埋下的隐患,那些西年推翻殷商的开国元勋,他们的后代纷纷与大周天子唱反调。 纵使激发有远见着实,也绝对遇见不了这番场面,难怪秦始皇刚当了皇帝便改制,把天下分给其他诸侯共治,在封建时代,着实不是什么英明之举。